未满十八的小鸡鸡请回避哦 小冷哥 嗯? 我们和小冷是不是也有很多高尚的粉丝啊 是啊,怎么了? 马上就要高考了 作为过来人 你有什么想对这些考生说的吗? 嗯,提前助高考的同学们考试顺利 124年后你们就会发现 你们今天的努力基本上没什么软用 改变你们命运的不是知识文化 主要是爹妈,长相 还有你们称是不是要拆迁了 儿子,你长大后想娶什么样的老婆? 妈妈,我不想娶老婆 男的长大后都要娶老婆的 真的,那爸爸也娶了 是啊 不会吧,像他那样的吊丝 傻子才会嫁给他呢 咪咪,今天面是怎么样? 唉,肯定是通不过了 怎么了? 我把职位和生肖写反了 没事吧,一般人都看得懂 你看那难道忘了我是鼠鸡的吗? 小两哥,听说你上个星期打牌 把生活费都输光了 是啊,穷死了 啊,那你怎么过的? 我连续吃了一个星期的金针菇和黄瓜 现在金针菇和黄瓜都挺贵的 你还有钱吃这个? 唉,又不是用钱买的那种 二狗,去干嘛呢? 给我女朋友买孕育包 啥,这是挺严重的 是啊,老子都还没喷过它了 亲爱的,你爱我吗? 这不废话吗? 当然爱了 有多爱啊 你放个屁 我都怕你笨得菊花疼 你说我爱不爱你 啊